盘点十大神级历史战争电影 记得点赞收藏关注三连 如果按豆瓣评分排名 接下来的十大战争电影 不知道你看过几个 《大建军解放大西北》 这部电影所描述的战役 是彭德怀的风神之战 展现了炮轰马家军全歼30万人 血染大西北的战争史实 该片讲述了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 南京国民政府拒绝签字 导致谈判破裂 彭德怀奉命率领第一野战军向全国进军 直至西北全境解放 电影不仅细致地刻画了彭德怀横刀立马 傲视群雄的英雄气概 也表现出了我国战士的勇猛无畏和无私奉献 激发了大家的民族荣誉感 但网友评论 影片的战争十分感情戏却大可不必 《大建军席卷大西南》 这部电影讲述了由邓小平和刘伯承二人领导的第二野战军 两个月歼灭国民党九十万余人 解放大西南的故事 该片是一部有即时性意义的战争历史电影 真实在线了邓刘鹤三大军队席卷大西南的辉煌战役 这场战役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全土重来的梦想 把老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大致大友 无私无畏的光辉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影片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着重表现刘邓之间深厚的友情 让我们见证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革命旅程 特别是中华民族的血流得够多了 这句十分有分量的台词 不得不让人感叹 和平来之不易 深切缅怀先烈 大转折挺进大别山 挺进大别山 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伟大转折 为了扭转战局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艰苦战斗 以伤亡进半的代价 成功使战争形势发生转折 向全国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幕 该片是一部即时性的故事片 分为大转折系列的上下集 是继大决战之后又以恢弘俱止 此片为下集 上集在后面会讲到 这部影片在选角方面 用的全都是观众熟悉的演员 毛泽东 刘伯承 邓小平 这些领袖人物 出现在画面中毫无违和感 观众瞬间就带入到了影片之中 伴随他们一起经历了这个辉煌岁月 大转折熬战鲁西南 解放战争时期 革命面临着最危急的时刻 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第二夜战局 在面临水灾的困难时 决定冒险渡河 奋勇拼杀 经过重大阻碍 最终拿下了鲁西南 这部电影是大转折系列的下集 也是一部即时性的故事片 而影片的大部分场景 都是在雨中完成的 这不仅是一个特点 甚至于影片中阳山战役的画面 在后来经常被其他影视借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影片拍摄时 正是老一代特兴演员的黄奸时期 深刻演绎了我国领导人 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的英雄气概 大进军 大战宁护航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三大战役后 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人民解放军辛苦打赢渡江战役后 乘胜追击势如破竹 直至解放上海 这部影片堪称活的历史 由伟廉 石伟和小江三位著名导演指导 真正的大手笔 大制作 而影片也不负众望 把历史与艺术交融 既没有拍成纪录片的形式 也没有片重于浪漫主义 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叙述方式 行走在计时和故事中间 宏伟而不显庞杂 浪漫却不显作作 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好片 《大进军 南线大追尖》 这部电影所描述的 是我军在1949年 对以白冲洗贵系军队为主的国民党军 发现了全面大追尖的故事 南线大追尖历经八个多月 兼媒敌人三十余万 彻底消灭了国民党 最具作战实力的贵系 是解放战争史上 极限辉煌了一张功绩 该片虽说是老电影 放在现在来看 依然让人心潮澎湃 特别是影片 没有丝毫虚假影像 全是真实历史 还有白冲洗 与李宗仁在韩内分别式的对话 是《大进军》系列里拍的最好的一波 让人百看不眼 《大决战》之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之一 林彪、卢荣环、聂荣珍、刘亚楼等领导者 指挥一百万大决 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 消灭国军52.1万人 解放了北平、天津在内的华北大片地区 该部影片是《大决战》三大系列之一 真实客观地展现了大规模的战争史实 影片无论从演员、战争场面 还是历史还原等元素都非常真实 甚至为了真实 动用各大军区部队残演 创造了电影史上的先例 也创造了奇迹 成就了影史上的经典 看过的人都说好 《大决战之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的第二个战役 有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素玉 等著名将领担任指挥官 以伤亡13.4万人的代价 消灭国军55.5万人 是解放军牺牲最重 坚敌数量最多的一场战役 这部影片就是为了纪念这一时期进行创作的 是一部教育后代的好片 影片里面 行神兼备的特型演员毫无违刻感 特别是古月事演的毛主席 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演到骨髓里了 而电影对战争的宏大场景 描绘得十分精彩 长镜头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 堪称经典 唯一的缺点就是 素玉大将的出场镜头太少了 大决战之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是林彪封神的一次战役 也是东北野战军战斗力爆表的重要时刻 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 歼灭国军47.2万余人 影片中 塔山阻击战 黑山阻击战最为经典 还有我军用31小时拿下锦州 全歼撩要乡兵团 直至解放了东北全境 每一幕都像是活的历史 片中林彪的誓言者马绍信 简直把林彪给演活了 特别是辽沈战役开始前 林老总的那句 为言胜 先了败 充分展示了我国将领 不拘一格高瞻远瞩的军事思维 十分令人钦佩 而《大决战》系列的三部电影 步步皆是经典 都是会被写进电影史的神级影片 《血战台尔庄》 《血战台尔庄》是一部最真实 最震撼的抗日战争片 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党军队在台尔庄 与日军展开正面作战 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 台尔庄战役的伤亡何其惨重 祖先们用血肉之虚 挡住敌人的飞机大炮 而影片完全符合和尊重历史 没有篡改 没有胡编乱造 更没有抗日神元素 为了拍摄真实 导演翟俊杰在选举方面 制定了六条原则 一条比一条严格 说出来一个都能吓到你 在符合角色相貌 身份 性格的前提下 还要考察高矮 胖瘦 丑俊 甚至就连身形都要精挑细选 更何况这只是一条 此片尊重历史 严格考究 是绝对的抗日名片 风火出品 必是好片